我们今天建的一个叫账号密码 比如说我今天下一次我希望让 因为有些user 希望比较自动一点 可以帮我把账号密码 login的时候下一次可以不用输入 我想每一个页面上面都有一个什么 自动登录 所以下一次login的时候 他就直接进去了 问题是我要把这些相关的账号密码 存在哪里 存在哪里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一般的话会把它存在所谓的cookie里面 那cookie到底存在哪边 那下一次如果说我要登录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 我直接进到那个页面 他会自动会帮我登录到那个页面进去了 OK就不需要再输入账号密码 那实际上用这个 用Eclipse里面这个browser比较看不出来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把同样的网址 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放到那个 放到那个chrome里面看会比较清楚 那在chrome里面到底他是放在哪边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chrome 如果你用chrome或者是用IE乱记里面都有 在这个上这边有设定 设定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下方有一个进阶管理 他预设这个是进阶设定里面 他会把它藏在这里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叫做设定什么 设定我们 这个有一个叫做什么 隐私权的这个部分 如果各位是用那个browser的话会有隐私权 那隐私权部分 我先把里面的先把它清除掉 就是把里面的cookie通通清除掉 这样来看会比较清楚 我把那个隐私权里面的 这部分先清掉 也就是里面都没有cookie了 我们来内容示例看一下 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cookie资料里面都空的 那空的我现在 利用我们刚刚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把它直接 刚刚的网址贴上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登录一下 并且这个自动登录的地方打勾 他就是怎么样呢 帮我把帐号密码写到cookie里面去 然后按送出 送出之后这边有个叫微信登录对不对 那里面的话会有一个cookie 已经显示出来对不对 然后cookie里面内容呢 user 点击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内容 因为我在里面存了一个 Terry有没有 那里面还有相关的资料 会秀出来 包含就是说 它的建立日期 跟它的预期的资料 不过呢 在Google里面 它做的安全比较好 在IE里面呢 直接可以看到档案 而且直接打开来里面就会存账号跟密码 完全可以开得起来 所以之前呢 那个有一些 IE如果漏洞的话 他就把那个 整个cookie 把它抓回 就把你 比如说你那台电脑 我连到你的IE有漏洞的话 我可以把你的cookie全部抓走 或者甚至我可以用你的电脑 我可以把你的cookie随便复制走 复制走之后 它里面其实就存着你的账号密码 所以其实 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账号密码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它如果用IE浏览器上网的话 你可以把它那个template 有一个那个暂存的那个 那个资料夹把它抠走 你去找一下里面的那个 就会有它的账号密码 所以其实要取得一个人的账号密码 还是蛮简单的 如果它是用cookie来 存放资料的话 问题还真大 所以呢 取而代之后 如果说将来各位在开发之后 注意一下就是说 现在还有新的技术 什么样的技术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新的html5 也制定了蛮多东西的 比如说resource里面 你会发现它有个叫做那个local storage 就是local端的有一个local storage 就是说也可以允许你在local端写入一些资料 那写入资料最大可以5枚 最多一个local可以5枚 比cookie还大很多 那安全性又比cookie还大来大很多 另外html5里面还制定什么 web seql 也就是说 html5允许怎么样 在local端建立seql的这个database 也就是还有local端的database 你不需要像以往 如果说有些资料 大量资料 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把它存在seql端 不然有时候 存来存去 存来存去 其实也浪费流量 如果说有些资料 你希望漏到clime端的话 其实也可以试试看用那个html5的技术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是比较新的 而且html5到目前为止 它的standard还没有确定下来 不过到应该在明年20 我记得好像2014年 它这个standard就确定下来 那也就是说以后呢 任何的browser都会去支援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以后的资料 不见得一定是要放在 刚刚的隐藏栏位 或者是cookie 你也可以放在什么呢 你如果用html5 就是说你的那个网页定义为html5 的话 你也可以放在local端的local storage 或者是local端的那个web SQL 就是它有个clime端的SQL database 这样来做的话 有的时候会更简单 因为现在主要会用html5 是用在手机上面 因为如果以后开发的时候 你要跨平台 其实你就用html5来开发 就可以跨那个 Android或者是iOS 这部分因为刚好最近 我上课就有交到这部分 所以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那我们现在JSP呢 其实有些技术 老实讲 还是有点 有点部分是没有跟上 所以你们可以再去思考说 JSP如何跟html5做结合 另外的话 JSP如何跟一些行动装置做结合 这一段的开发需求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怎么样可以把 因为行动装置 你要怎么样可以跟 web的database做连线 很多人在问 其实基本上很简单 但是现在最大问题是说 因为现在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还是必须要借由一个中介的动态网页 类似一个JSP去存取database 再丢回去给 client run的手机 所以这部分的技术我想顺便提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隐藏栏位是一个存放资料的点 另外Cookie也是一个存放点 另外html5里面有local storage 还有web SQL 等等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section 不过html5部分我想因为我们课程里面 没有只是点到啦 那如果后续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相关的一些资料 相关资料 OK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这个另外 Cookie已经知道有存放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实作出来 首先的话画面上非常的单纯 第一个就是说要建立一个form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 再建立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project 一个专案 在专案名称的话呢 取名叫做Cookie好了 或者叫Cookie Demo Cookie Demo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 请各位先建立一个前端的html的网页 那我这边名称叫log 我的名称 这边取名 名称的话呢 叫做login .html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登录画面 包含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名称 然后呢 一个input type为test的一个 一个文字方块 然后一个密码 然后再一个文字方块 对不对 那后面的话 自动登录要不要打勾 这边就会有个checkbox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网页就是这样 body底下 就是form action 等于login 那我这边的view名称 我叫login.do 其实这个名称的话 各位可以制定 我叫login.do 或者login.view都可以 那我用的传送方式 因为会牵涉到隐私权 所以mancer我讲过 你不用get 因为get的话 你在url mapping上面 url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密码 就绝对不能用get 一定要post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建立一个这个sublet 它的接收方式就是do post 一定要始作 那里面的话需要一个名称 名称input type为test 然后呢 它的name叫user 一个换行固号 再一个密码 input type为password type的话为password 输入的时候就不会显示它的内容 那name的部分的话叫passwd password 然后也是换行 所以第一个名称 密码 那再来一个自动登录 我想这个地方 前面用的比较少 不过其实input type 它的是一个什么呢 checkbox 所以你这边的话 input type把它输入为一个checkbox checkbox 那名称的话叫login 也就是当你checkbox打勾的话 它就自动帮你建一个cookie 并且帮你把它存在 local端的browser里面 那value的话呢 我们这个value就auto auto 那最后的话会有一个submit 一个按钮 然后一个送出 最后就是结束这个phone 所以这个表单的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就自行完成 总共会有 画面上会有四个元件 包含就是两个testbox 两个test的话 跟一个test 一个password 一个checkbox 还有一个submit 总共会有四个元件 然后呢 我们接收端的action 是这个login.do 所以view的名称也叫login.do 那master的部分的话 就是forcer forcer 所以当我送出账号密码之后 然后如果它有auto打勾 它这个地方只valueauto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它的资料 存在这个browser里面的cookie 那这部分的话呢 还需要去设定它的相关的cookie的 那个存活的时间 存活时间以秒为单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页面先做出来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画面就长这样子 名称 密码 是不是要自动登录 那最后呢 一个按钮送出 大概先说明一下 那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说new一个cookie 里面的话就是key跟value 也就是说呢 这个cookie里面呢 一定会有key 这个我想key value的这种架构 在很多地方都固定的 所以像那个html file里面那个local storage 也是一样key value 也是key就是我们user value的话就是里面的名称 那另外cookie的话呢 它有一个生命周期 有效期限的话是以秒为单位 所以如果说我们一星期有效的话 后面必须要用程的60秒 乘上一分钟 那一分钟之后的话60秒为单位 60一分钟 然后60分钟一个小时 再乘上24小时 再乘上7 这样的生命周期呢 才会是7天 那也就是说 你将来如果是一个月的话 那你就再把7改成30就可以了 那最后的话 response 利用response物件 有一个方法叫add cookie 就把这个cookie写入到clime端的browser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reachbound 点 什么呢 add cookie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cookie写进去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非常重要 最后建立了cookie里面 它的key就是user 它里面的值就是这个名称 key value的架构 那再来的话 使用cookie 我想这地方 必须用add cookie 这刚刚有有讲过 ok 然后底下的话set有效期限 那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user端 假如说呢 他关闭浏览器 那cookie就失效了 或者是说呢 有些browser他怎么样 他有些工具 他会自动帮你清掉那个cookie 有些像什么 有像ccleaner 他有些会把你的那个cookie给清掉 那即便是你放一个礼拜 可是实际上他把它清掉 那下一次你还是得要再建立一个新的cookie 或者是有些user 像我会自己去清那个cookie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一清掉也会失效 ok 那怎么样取得cookie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 刚刚是用respond.add cookie的方法 去增加一个cookie 那怎么样取得呢 你可以用request里面的叫做getcookie 一个是add cookie 一个是getc 不过这地方很奇妙 他其他方法名称用add cookie 而不是用set cookie 是用add 那取得的话用getcookie 那getcookie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去把cookie里面呢 用一个 把它当成一个阵列来看 就是看里面有没有我们要的这个cookie 然后呢取得之后的话呢 再去抓里面的资料 一定是个key 这个key的名称比如说user 那user里面的里面的值就把它取回来 然后再找一个比如说有个password 那password有没有这个key 有这个key的话 再把里面的password给取回来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要跑一个回圈 for有没有 for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把 有一个cookie的那个一个物件阵列 它的阵列 然后分别读进来看看有没有 没有再继续往下找 所以这也蛮危险的 如果说你他乱找 乱拆乱枪打鸟 把你的client down的cookie全部找一片 找一片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 叫user或叫password 那因为一般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user跟password通常是固定的名称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乱拆 有时候他进到一些动态网页里面 你进到一个动态网页 他会帮你去找你的client down的cookie的话 那其实还蛮危险的 那只是说我们要找我们的话 我们要的那个cookie 那就是针对那个cookie的名称去找 找到之后的话 把里面的资料掉出来 那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是刚刚的这个页面 刚刚页面 如果说我有自动登录的话 然后我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要取得这个login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取得cookie 因为一进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那一进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必须要 比如说一进 如果你是用htm的话 他没有办法自动取得 所以你的index变成你要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这个这个这个sublets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要取得的话 取得第一个就是string 那怎么样取得那个client端 里面的话第一个就是说 我从这个user端request 取得这个user 然后把它存在一个自串user 然后一个password也是把它存 因为我页面丢过来东西给我 那如果说呢 我的这个名称 eqususer and password equs这个password 那我接下来的话 就是取得那个login 那这个login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那个check 有没有 就checkbox checkbox就是login 然后去判断说呢 如果他等于auto的话 也就是他等于打勾 如果他打勾的话 打勾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那个client端呢 去做一个那个cookie 建立一个cookie new一个cookie 那名称的话就user user名称的话呢 就是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你可以改成你的名字 我是把它改成terry 然后再设定什么呢 设定这个cookie的生命周期为7天 7乘上24小时 乘上60分钟60秒 也就是他的生命周期为7天 然后呢 在respond的部分呢 再把这个add进去 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资料 写到哪里呢 写到我们的那个browser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request 那这个地方底下是setattribute 在那个request里面 再去setattribute 里面的话 再把这个我们相关的那个user的名称 暂时写在哪里呢 写在request里面 到时候也可以再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 在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是转换到哪一个网址 那转换到哪一个网址呢 我们转换到user.view的这个网址 然后forward里面 里面传送什么request跟response 这个我想等一下再来讲 那等一下请各位先建立一个 要接收的这一个 这个view 那这个view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在城市撰写的时候 在login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丢给哪一个 login.do 那请各位 在 这个 建立一个login.do 这个直接建立一个serverlacer 那serverlacer的map 这个url mapping 名称也叫做login.do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实做哪一个方法呢 实做do pause就可以了 那do pause的方法的话 里面就是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把它实做出来 把它实做出来 OK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建立一个login login的一个serverlacer 去接收 并且建立一个 实际上建立一个cookie 底下这边有一个比较需要强的部分 就是说这边有两行程式 里面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request里面 request的物件 这个物件参数里面 我set一个什么 set一个user 我用set attribute里面 set一个user 这个key叫user 然后再把user 这个user指的是什么 user的变数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 我user端传进来的帐 传进来帐号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基本上就是说 我如果说直接转换过去的话 那下一个页面 我还要再判断一次 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真的是从 这个页面跳过去的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 我直接 像有些 如果我直接转换到那个页面的话 那个页面没有再重新判断 那是不是有些人就怎样 我干脆就直接 输入那个网址 不就可以进到登录画面了吗 如果它不是借由登录画面 不是借由login 而 直接跳到那个网页 它怎么样 我就直接再把它弹回来 让它一定要登录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如果你到登录之后 它会帮你转换到另外一页面 可是如果你那个页面呢 你直接输入那个页面进去 它是没有办法让你直接登录 除非你一定要 有登录的动作 它才可以让你跳到那个页面 所以呢 为了我们要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真的 到底有没有是从 那个合法的方式登录 那我们就会 把什么呢 user name 先把它存在哪里呢 存在request的这个物件参数 可是这个物件参数呢 在这个页面有效 那在下一个页面 如果把它转换到哪里呢 转换到另外一个页面 就是user.view的这个 这个view的话是 url mapping 至于我们另外还在建立一个 serverlator serverlator的名称 就叫user user 那它的url mapping是 user.view 另外的话呢 也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顺便要把我们的request 的物件参数顺便 丢过去 给那个serverlator 的话 那你就必须用什么呢 用request里面有一个叫getrequest的dispuncture的这个方法 dispuncture呢 它除了可以把你转换到那个view之外 它还可以把你的什么呢 你的forward的这个里面的那个request跟respond顺便带过去 因为如果你request和respond没有顺便带过去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暂时存放 你没有办法到那个页面呢 去从request把资料抓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request 除了说把资料暂时存放在request里面的atribute里面的某一个userkey里面之外呢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叫做getrequest requestedispuncture的这一个方法 也可以帮我转换过去 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也会用像那个session物件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式的话 你也可以把login的值暂时放在session 然后等到什么呢 下个页面再去把那个session抓出来 看一下里面 资料到底有没有纯user的帐号 如果他没有的话 那表示他直接从那个网页要进去 那就会再把它弹回去 弹到login的画面 让他一定要输入资料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合法的方式登录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撰写 那如果说你用另外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是用合法的 你要让他转换过去最简单就是 respond.send redirect 后面给他一个网址就好了 直接但是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会 假如说我们另外再建一个html 或者说你可以在user.view 如果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user.view进去之后的话 因为我会先判断 所以你弹过去他又弹回来 他会让你不能登录 所以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的话 请各位用上面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先把那个资料先存在哪里呢 先存在request的set attribute里面建一个key 然后呢再利用那个get request dispuncture这个方法传过去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要登录 会进入到那个登录画面 所以呢请各位除了login 在这个serverlet之外 再建立一个user 叫user的一个serverlet 名称就是user 那他的这个view的名称叫user.view user.view 那这个user.view的话 我们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有用那个get 这个我们用那个 我们在login里面的话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叫get request puncture 那我们在这边 也会接收到 这个传过来的一个request 然后呢里面我也可以把里面的资料读出来 那我可以判断什么 判断到底他是不是合法登录 所以如果request有点什么呢 刚刚是set的对不对 我们用get attribute里面的key叫user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 等于node的话 那表示什么 他并不是合法登录 他直接跳到这一页 那跳到这一页 我把它弹回去了 所以呢 如果他等于node的话 那我就做一件事情 把它弹回去 那弹回去的方法最简单就是用什么 用respond.send redirect 谈到哪里的login的画面 他就不会直接跳到这个页面 所以如果他不是合法登录的话 看一下我们这边如果类似像这样 如果直接把这边改成user.view 假设有些人他会直接user 他知道这个网址是user.view 然后按enter 你会发现他又弹回来了 他并不会直接进到我们登录的画面 那如果你除非说你是什么 你是合法的直接从这个输入你的账号 跟你的密码 然后并且自动登录的话 才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terry登录的画面 才会进到那个画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就是说非法的登录的话 一定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第一个在request里面 建立一个什么呢 一个key 用set attribute 去set一个key 叫user 然后另外用什么呢 用get request dispuncture 去转换到这个网页 后面呢 顺便加上什么呢 forward 就是把我们现在的request 跟respond 传过去 那他从那边去接收 从那边去接收 但是这个方法是方法一 方法一 那方法二 通常我们会用session 来 做储存 所以方法二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很多书里面 大半会用session 就是说他登录之后的话 我可以在session里面建立一个 比如说user的名称 在那一边 我user里面也判断一下 他这个session里面呢 到底里面值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 那表示什么 他不是合法的登录 合法的登录 那反之的话 如果账号密码不对的话 就要就什么 redirect respond.send redirect 再重新再回到登录画面 所以我刚刚的话呢 直接就是输入账号密码 如果我直接按送出的话 今天他又弹回来 为什么账号密码不对 账号密码不对的话 又弹回去 里面又清空 又要重新再输入一次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一个 如何利用 这一个 我们的那个cookie 来做 记录 记录这个 我们账号密码的动作 那并且就是说 如果他是合法的话 才可以登录 非法的话 就不能登录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是login的这个画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user user user里面 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丢过来的东西 再做判断 主要是这一个部分 那底下这一些都是什么 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人的资料再抓出来 然后谁的账号 你登录 所以两个重点 一个是判断 这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就是 把这个网页 输出之后 再把它秀出来 所以momomo 已登录 主要是这两部分 会是比较重要的